也许是年龄增长的原因,常常会在愿得一人心,摆手不相离的自居中沉醉,心中也不再渴望那些过于痴长的爱情,总觉得真正的爱因是伴着时日一起生长,是盛开在流年里的烟火,平淡而温馨,岁月中会改变一个人的心境。 从前我的爱情写满了山盲海誓,而今我更期待天长地久,从前我的爱情都是风花雪月,而今我的心中招了更多的是采里油盐,从前我的爱情是轰轰烈烈,而今更多的是陪伴和懂得。 其实,人的一生就是一个找寻温暖的过程,走遍千山万水,群体不过是一份它是安稳,看过无数的风景,也不及有人为你留斩照亮回家路的灯。 岁月漫长,总要有一个羞怯的港湾,有一个灵魂相依依的人,当你疲惫的时候可兮兮,当你流泪时有人给你安慰,当你快乐时候可以有人分享,当你经历风风雨雨时可以安靠,有多少心灵的重逢,是恰好你来,恰好我在,有多少相遇,是你来了就不会再走。 但光阴磨平了棱角,越来越明白,爱总是在平淡里,情在细水潮流中。 深深懂得,生命中最宝贵的东西,不是你拥有了多少财富,而是你是否很快乐,不是你曾遇到过多少人,而是是否有人懂你。 我不羡慕街角拥吻的情侣,我会感动于白发苍苍,牵手散步的老夫妻,因为我知道, 谈一场白头偕老的恋爱,是有多不容易,真正的爱情,是两个不愿在漂泊的人,在那个叫作家的地方,守着烟火塑尖上的平淡,慢慢变老。 有一种美好,是用心去感受,有一种感动,是用灵魂去触摸,有一种语言,是无声的牵涅,有一种陪伴,能在四季轮回中生华。 爱一个人,最好的方式就是,无论红年老去,还是日渐平淡,你都是我手心里的宝,无论我经历了多少从前,借助多少美丽,你永远是我的世界里的主角,从未曾改变。 时间是爱情最好的见证,生命里,总有一个人,为你挡人间疾苦,总有人包容你的缺点,欣赏你不为人知的优点,是你为最重要的人,与你灵魂同步。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,人生路上,总会有一个人是你恰逢起时的遇见,与你相依相服,走过山长水阔,牵手看最美的风景。 也许,这一生,很多人都可以给你经验和感动,但能执子之手,陪你到最后的,却只有那么一个人,光阴的屋檐下,无论走过多少山水,都只为遇见你,不管有多艰难,我都会因为你的存在而坚持。 爱上一个人,才发现自己如此勇敢,将你的手紧握在我的掌心里,哪管岁月老去,哪管容颜变先,你的爱,和我的心,一直都在,直光静好,雨军雨,寂水流年,雨军头,繁华落镜,雨军牢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